20岁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对我来讲 20岁其实意味着更加的坚定和自由 我对大学生活其实还是蛮期待的 就是可以期待一下食堂的饭 然后期待一下有没有新的同学 期待一下校园生活到底是什么样 年轻人应该普遍都会有经常熬夜 就难免说容易掌斗容易出游 我自己的话其实是会比较注重保湿 一定就是控油保湿 这样子的话才会容易不脱妆 然后一整天都保持在线 我希望20岁的自己可以有更多的不一样的选择 然后可以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 我是张子峰 我们的20你准备好了吗